字幕提供 好 大家好 那今天呢 我們來分享一下戒指 所謂的戒指呢 就是指我們多肉在種植的時候 你植物的根要附著的那個東西 如果以鹿角爵而言 你可能會是樹皮 或是水苔 那以多肉植物而言 就可能是土 顆粒 甚至有人用水苔 或是你要用水去種 那水就是你的戒指 就是讓你的根去附著的東西 那我們在多肉植物裡面呢 我們使用的戒指大概是分成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顆粒型的 一種是所謂的土壤型的 簡單一點就是一個是比較細 一個是比較粗 那這個戒指呢 會因每個人所處在環境 會有一些不同的差別 假設你今天你是有一個通風良好 非常乾燥的溫室 那你的戒指呢 就可以把你的土壤的比例提高 你可以讓你的土壤更多 讓你的植物有越多的細根 可以扎在裡面 這也是說為什麼 我們很多人去從園藝店買回來的 你會覺得它非常的飽滿漂亮 它的根非常細 它大部分都是使用泥碳土去種植 但是你一拿回來養就會死掉 那是因為雖然說是同樣的戒指 但是你所養的環境不一樣 可能在溫室它加碗水 因為它裡面有大電風扇 它是一個很乾燥的環境 它可能兩天內它就會完全乾燥了 但是在你家呢 可能要七天或是七天以上 造成它根部悶壞高溫之類的那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眼前的這些呢 是我自己有在使用的戒指 那戒指的使用呢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前提就是 你要好買 你買得到 那當然現在的網路很方便 其實很多地方你都可以買到你相對應的戒指 但是有些東西呢還是相對比較不容易買 例如我們在很多時候 我們會找判那些多肉的書 例如像賣飯時 在台灣就比較不易取得 那製食我自己也沒有在用 我自己就是買一些可能在蝦皮啊 或是一些多肉植物的購物網上面 比較容易取得的戒指 然後我去做使用 第一個 這個是土類的 這個就是最常見的泥碳土 一般來說這種土類的有兩種 一種叫做泥碳土 一種叫做培養土 那請不要買錯 請盡量買泥碳土 就是純粹的泥碳土 因為所謂的培養土裡面 它可能會再添加了一些肥料 肥份 那些東西呢不一定是我們想要的 那裡面可能會有帶有一些微生物什麼的 所以我們會盡量是買最純粹的 你就買泥碳土就好了 它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讓你的根系可以去抓 讓你的植物的細根可以去抓 抓住這個土壤 然後並且泥碳土是比較保水的材質 所以你在混的時候呢 加一點泥碳土 是讓你的整個盆的保水性可以提升 第二個呢這個是椰籤土 椰籤土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從椰子的纖維來的 那比較常 多人去使用的話 是用在像是雨林 或是像棺葉植物 它的特性是 它也可以去附著你的細根 但是它同時具有高度的排水性 它很容易就乾燥了 但是呢它又是一種比較細的顆粒 這是所謂的椰籤土 那第三種呢是赤玉土 赤玉土它名字中 雖然說有個土字 但是它看起來很像是石頭 它其實是混合了兩種特性 它其實是日本的一種火山土 經過高溫高壓 它是一種人工燒解而成的材質 它的特性呢是可以保水 可是又具有顆粒的特性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蠻萬用的介質 又保水又顆粒 不就是我們多多植物最想要的東西嗎 所以通常我們會在裡面混一點赤玉土 那第四個呢是我們羅山社區自己產的竹炭 就是使用貴竹去打碎之後 高溫燒製而成的竹炭顆粒 那竹子在燒結之後它的竹處是酸性的 竹炭呢是鹼性的 它也同時具有多孔性 所以它可以去作為土壤的改良劑 因為我們在前幾集有提過 我們的介質因為一直淋雨之後 土壤可能會酸化 你的葉子掉到土裡面它爛掉了 久而久之呢也會變成酸性的 加上我們台灣呢很多的地方呢 都有那個酸雨的問題 所以呢竹炭是可以當做土壤的改良劑 然後可以增加土壤的孔性 那這一個呢是科殼粉 科殼呢就是蚵仔的那個殼 磨製而成的粉 這個呢主要是我在為我的雞在用的 因為我有養雞 養蛋雞 那這個我主要是用在像龍舌蘭 仙人掌以及蘆蕙類的時候 我會放一點 當作它那些離子的養分 這個就是見仁見智啦 不知道有沒有效 反正我會養雞 所以我本來就有買一包 我就會放一點點可可粉 當作是它們的養分 再來呢這個是珍珠石 珍珠石是一種很輕很便宜的介質 通常你在泥炭土裡面看到那個白白的顆粒 也就是珍珠石 它具有高度的排水性 然後非常的輕 所以可以去當作 如果你的土太黏太重的時候 你可以混一點珍珠石 但是它的缺點呢 也就是因為它太輕了 如果它在表土上的時候 你水一浇它容易很快的就會浮走 會飄走 會流出來 所以珍珠石要混在裡面 不可以用在表面使用 不然其實風一大的時候 它也會被吹走 再來這裡是我們當地的九岸西的西石 那我們花洞這邊的西石呢 這邊是因為有斷層的關係 這裡大部分都是火層鹽 這個台語叫做 兩分屎 冷魂介 而我主要是用在 一是它蠻便宜的 我用在一些大盆子在用 造景的時候或是地質的時候 二來是它重量會比較重 有時候如果那個盆栽太輕的時候 我會喜歡它稍微重一點點 然後再來這一個是廢石 這個是綠色的廢石 也有白色的廢石 一開始買它的目的是漂亮 因為它是綠色的 所以我們在配多戒指的時候 一是會兼顧它的養分 二會兼顧它的美觀 那我會放一點廢石 廢石具有多孔性 所以它可以附著裡面的肥份 然後土壤裡面有多餘的水分 它也可以把它吸走 我通常是放在裡面加一點點 當作是改良的使用 那再來這一個是陶粒 那它另外一個名字呢 叫做發泡煉石 這個煉石呢 通常是我們放布在植物的底部 當作是增進它的酥水使用的 那陶粒呢 有分大顆粒跟小顆粒 像這個是蠻大的顆粒了 還有更大的 更大就放在那種很巨型的 它一尺以上的盆子 我們會用更大的顆粒 那像這種比較小的顆粒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底部 當作是增進排水性的酥水所使用 那這種陶粒呢 還有更小的 長得比較漂亮的 你也可以拿來鋪面喔 它是人造高溫燒製而來的 所以它也具有快速的易乾性 然後它也蠻重的 不會容易被沖走 適合當那個表面的鋪面 那再來這個是白火山 這個是比較大顆的白火山 有些人會把它這個大顆的白火山呢 拿來是當作跟發泡煉石一樣 當作是底部的排水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放在表面 會當作是美化鋪面 不過它有一個缺點 它容易長青苔 這是我覺得它唯一的缺點 它長了青苔之後就不太漂亮 它會這樣綠綠的 那這個呢比較特別 這個看起來什麼都有 這個就是其中一包市售的多肉戒指 那等一下我會講 如果你們不要那麼麻煩的話 其實你就買這個就好 買這個買泥炭土 然後買一包陶粒或是發泡煉石 你不買可以 就這樣三個東西就夠了 這個就是市售的多肉戒指 那其實它在包裝的時候 它上面就有寫 它裡面也會放一點赤玉土 會放一點沙土土 土壤 那大概本身的保水成分 就是30%左右 所以一般而言 其實我是建議 如果你是少量種植的玩家 直接買這個就好了 不需要去花那麼多的工夫 再買這些東西 那是因為我們種植的東西多 那我們就是希望去各方的去嘗試 所以我們會買很多東西來做試驗 那接下來這三個呢 都是鋪面石 這一個是紅火山 顧名思義 火山岩 紅色的火山岩 主要是我們拿來做鋪面的 那有時候會把它放到裡面 會增加一點它的紅色色澤 讓那個戒指比較漂亮 這一個我主要是鋪面而已 沒有第二個其他用途 那黑火山石這幾年蠻夯的 主要是因為這幾年比較流行 像是快耕、龍舌蘭、線蘭長這種比較大吉 或是這種比較粗獷的植物 那黑火山石呢 它具有排水性 然後它也可以耐曬 然後它本身也有一點點重量 然後又漂亮 黑色就是看起來酷酷的這樣子 黑火山石 那這一個呢 是白火山石 跟這個白火山石 它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它只是顆粒的大小不一樣 那這個的特性呢 其實一樣就是它是火山石 它具有排水性 然後它可以防曬 那再來它有一個好處是 它可以辨別你土壤的濕度 當今天這個白火山石 只要是碰到一點水氣之後 它顏色就會變成深咖啡色的 就可以去做為去識別你土壤 濕或是乾的一種指標性的那個物品 這個白火山石大顆跟小顆 大顆的比較看不出來 可是小顆的你的乾跟濕會非常的明顯 這一些呢是我主要在使用的介質 那在食物的操作上呢 我們把剛才的那些介質 我自己在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把它混合在一起 然後再把它均勻的攪拌 然後混在一起就好了 那就像這樣子 我這個裡面已經有剛才我說的 我自己的比例大概是抓 也是大概 從20%到40%之間不等 這個東西是彈性的 例如你的植物呢 如果比較大盆的時候 你的土壤的比例呢 可以稍微把它往下降一點 因為它其實本身的含水量夠多 那你今天如果是大概是一吋 兩吋盆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拉到百分之大概40%左右 因為那時候其實 就算這一個盆 它全 它有一半百分之五十 都是那個泥碳土 其實也就這樣一點點而已 都要跟它的植物比例而言 是其實相差不大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是沒有一個所謂的準則 就是說你一定要用百分之多少的土 然後在那邊算 然後用那個磅撐在那邊量 其實我是覺得沒有到這樣的必要 就是基本上原則就是 越小顆你的泥碳土的比例 就是你的土壤的比例 不管是泥碳 你的鉗或者是細砂 砂子也可以 比例可以稍微往稍微提高 讓它的細根可以先咬住 讓它先健康 長大之後呢 你再可以適時的把泥碳土的比例 把它往下降 但是絕對不能沒有 那以前呢 我會有一個迷思 就是說我覺得 多肉就是全顆粒就好啦 為什麼還要加土 可是事實上 它全顆粒其實是可行的 例如你長在那個亞利桑那 那種很荒涼的沙漠氣候 它一年沒有下幾次的雨水 全顆粒的土壤 它在那邊是可行的 它植物可以用盡它的所有的生命力 去咬住那邊的石頭 長在像是岩壁上面的地方 可是在我們台灣呢 只要你有淋雨到的環境 我們台灣是非常高濕多雨的環境 那全顆粒的戒指呢 你一直淋 它會把土壤裡面的 你的戒指裡面的所有的有機質 都給沖刷掉 久而久之 你的植物就會越重越重越重 然後越來越小顆 它會出型態沒錯 可是它的型態呢 是用它的生命換來的 所以這也是我這幾年 慢慢種下來之後有個體認 並不是說顆粒拉高就好了 其實顆粒拉高就是我們要去它的外型 或是我們要把泥炭土提升 然後我們要取它的健康 這本來就是在天平的兩側 你要去顧它的外型 跟要去顧它的健康 這是我們這本來就是 在這個種植的過程中 一直在這個兩者之間在游離 所以我自己是目前是大概在 抓在20%到40%左右的泥炭土 然後去做使用 那我現在眼前的這一個呢 這裡各位可以看到這樣子一層一層的 泥炭 珍珠 然後四瘦顆粒土 然後竹炭 然後稀石 然後廢石 椰籤土 百活山石 那你們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這樣子 直接把它倒在一起 你去找一個容器 有些人有那個 人家在做水泥那種在攪拌的 那個是最棒的 可是我們沒有那種東西 如果像這個竹炭這個有結塊的呢 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鬆開來 我們的顆粒盡量都是要混在一起 不要說這邊有一小塊 這邊的珍珠石特別多 這邊的泥炭土特別多 盡量的就是要把它完全均勻的混合 所以我們會是像這樣子 把它所有的顆粒呢 都把它混合在一起 這裡面剛才有肉講到 這裡面還有赤玉土 所以我們會像這樣子 把它均勻的混合在一起 現在是因為做sample 我平常不會拿那麼小的盆在這裡混 我是拿那個大 很大的那個桶子 直接這樣子混的 混整齊之後呢 就會像這樣子 它是有粗 有細 有顆粒介質 有土壤 那也有珍珠石去增加它的排水性 出來的介質是像這樣子 那你如果沒有那麼多的美國時間 或是你沒有那麼多的場域 去準備那麼多的介質怎麼辦 沒關係 其實就只要用一般的市售介質就好了 我們可以拿一般的市售介質 例如我們直接去買一包 多肉專用的 就是用多肉土 直接使用就好 那你可以依它的比例的不同 你去買一包泥炭土 你只要買兩包東西就好了 事實上你真的只買一包 就是這個多肉介質也可以重火 但是如果加點泥炭土會比較好種 會兼顧它的排水性 所以我們會大概混一下之後 然後把這些泥炭土 它裡面可能會有比較大的顆粒 我們會盡可能去把它給用碎 其實一般人種 其實這樣子就可以了 裡面有顆粒 也有土壤 這樣子的介質呢 就足夠你做日常生活的那個種植的使用了 除非你是像我這樣子 你可能會想要再多研究更透徹一點 然後去試試看各種不同的介質 種植下來的成果 不然的話其實一般這樣子就好了 那在主盆的時候 很多人常常會忽略的一點 就是我們記得一定要讓介質均勻的散步 就像我剛才在攪拌那些介質的時候 這裡我們看到兩盆做Sample 一盆是像這樣子 最下面是大顆的發泡電石 70泥炭土 市售介質 比例是正確的 但是它是這樣一層一層一層 那另外一個是像這樣子 底部的發泡電石 我們調好的介質 以及表面的鋪面 那左邊這個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呢 你們看到中間這一層是泥炭土 有些人是喜歡這樣一層 然後放上泥炭土再放上鋪面 它覺得這樣子很漂亮很有規律感 但是事實上當你澆完水之後 你的水全部會聚集在這個泥炭土這一層 那我們前幾集有提過 植物它的本能就是 它的葉子會去找陽光 它的根會去找水分 所以如果可能過了半年一年之後 你的根全部都會盤根錯節 在泥炭土這一層 因為水分全部都是聚集在這裡 而進而不會往下跑 然後讓根系卡在中間段 不往下跑 那我們就浪費這一個整個盆的它的大小 那根系卡在這裡呢 也容易會有那個纏繞 敗根 然後可能一些細菌就會躲在裡面 因為它的根系不夠通風 所以切記就是說 我們在使用土壤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均勻的 去把它去做攪拌 如果有一些結塊的 像是我們的竹炭 因為在燒結的過程中會有結塊 或是有的時候泥炭土 甚至是那個發泡鍊石 然後珍珠石 也都會有結塊的問題 記得去把它戳開 那有工具是最好的 如果沒有工具 就像剛才這樣子 我是用手 加上一個大臉盆 就是可以把這些東西去做好 攪拌完之後 最底下就是放排水的戒指 不放也可以 如果今天你的盆 是那個兩吋一吋的盆 你不放這個排水的戒指是OK的 我是建議三吋以上 就放古薄的一層 讓它的排水性增加 那中間就是你挑好的戒指 上面是鋪面 就是為了眉關 以上所講的東西 都是我自己的心得 那不一定會去適用你的環境 所以我說過 如果你的環境非常非常的通風乾燥 你可以把圖的比例 甚至拉到60、70 我是剛剛會有人拉到7、80 因為它就住在一個風很大的地方 它住在台東甚至還有焚風 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會露氧會淋到雨 你會擔心它死掉 可是你有想見過它的外型的話 大概是從20到40之間去做調配 依據你的盆氣的大小 去做不同的尺寸的比例的調配 那這一切都是 以你自己的環境下去認定這樣子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能夠幫助到各位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